第36題 以物體炎直線做等加速度運動 其速速為每秒10公尺 經過4秒後速度變為每秒30公尺 其速度對時間的關係如右途所示 在不改變運動狀態的情況下 請問第幾秒時的物體的速度 會變成每秒50公尺 這個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就是 好好的按照所謂的 我們定義的平均加速度 加速度定義去做 然後所以呢這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任何取兩點所算出來的 平均加速度都一樣 所以呢我們的0秒的時候呢是10 我們4秒的時候是30 所以這樣就是我們的加速度 會等於你可以取0秒 也可以取4秒30都可以 比如說我還是取0秒的10 然後呢我們在T秒的時候 會變成50 所以呢這邊就會變成4分之20 就變成T這裡叫做40 那這個就是5 所以呢5T等於40 T就等於8 所以呢8秒鐘的時候會到達每秒50公尺 這是按照我們的物理的做法去解決的 我們也可以用數學的做法解決 那麼這是一條斜直線等加速度運動 我們假設它在T秒的時候呢 會到達呢所謂的50公尺 那我們這邊橫過來去切 那是4秒鐘 然後我們就發現這個小的三角形 跟外面這個大的三角形呢會所謂的相似 相似 那麼這個地方呢是30-10是20 那這裡呢是50-10呢是40 所以這邊長是兩倍 那麼這一小段呢是4的話要兩倍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8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是8秒鐘會到達呢50公尺 這是用數學的方法來解決 那無論如何我們答案都算出來叫做每8秒鐘 所以呢第36題問我說請問第幾秒時物體的速度會變為每秒50公尺 我們答案選B8秒鐘 8秒鐘的時候速度會變成每秒50公尺